少年为救家族夜闯皇宫 却意外撞见当今皇上金氏女儿身 本以为女皇帝会杀她灭口 却不料落无情竟让少年假扮成她的男提神 不仅白天要她去批阅奏章处理朝政 晚上还要让她用男儿身去宠幸后宫妃子 想到这苏长生只感觉天都塌了 明明她只想当个混吃等死的富二代 如今却不得不卷入五个女人的修罗场 原来在几天前 苏长生意外穿成了京城首富苏家的大少爷 本想当个低调富二代享福一生 然而好巧不巧的是 今晚正是苏家卷入一起朝廷冤案的关键节点 为了日后的荣华富贵 苏长生不得不夜闯皇宫替苏家洗脱罪名 而想洗清苏家冤屈的关键一步 就必须要先达到冤案的有关卷宗 然后再推翻上面的一个个证据 而她来到皇宫后的第一件事 竟是当场吓晕一个小宫女 然后扒下对方的衣服穿自己身上 最后再用无相神功将自己伪装成宫女的模样 就这样苏长生顺利地混进了皇宫后院 可由于她对皇宫布局的不熟悉 她只能挨个查看房间 希望能早点找到暗宗卷轴所在 然而令苏长生万万没想到的是 她竟误打误撞地闯进了女生浴室 就在她惊慌失措不知该怎么办时 里面突然传来一道女子的声音 是李公公吗 为了不暴露身份 苏长生当即夹着男生回应道是奴才 这部奴才突然有点急事 需要去锦衣卫政府司一趟 不巧迷了路 还请问下姐姐政府司应该是怎么走啊 见对方慌里慌张的样子 再结合刚刚说出的话 骆无情再啥也知道 眼前之人并非是李公公 而是一个夜闯女生浴室的淫贼 见对方识破自己并非是李公公后 苏长生当即大喝一声 我乃李公公同胞兄弟李大郎 说吧大不上前准备打晕这个机灵的妹子 怎料骆无情只是随手吹了一声口哨 一个分分钟就能秒杀 她的蓝发妹子便闪现到了骆无情的身边 要活的 随着骆无情一声令下 蓝发妹子便拿着匕首朝苏长生攻来 即便苏长生有无相神功护体 她依旧躲闪不及被对方划破衣服 为了不暴露男儿生 她刚打算顺走一旁衣架上的衣服 却意外瞅见那衣服格外的华丽 上面还绣着两条栩栩如生的真龙 这特喵的不就是龙袍吗 就在苏长生问神之际 蓝发妹子直接给了她一记飞踢 而来不及躲闪的她恰巧撞碎了屏风 以及后面的浴桶 紧接着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位肤白如雪 一头长发如扑披在腰间的绝美少女 而苏长生在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就知道自己完了 自己不仅撞破当今皇上是女儿生的秘密 而且还将她一丝不挂地看了个遍 骆无情见这家伙 居然还敢一直盯着自己看 直接给了她一记玉卒暴击 再看姑就挖了你的眼睛 就在这时 骆无情突然发现了脚下之人的不对劲 你是男人 便意外发现当今皇上竟然是个女人 本以为女皇帝会杀她灭口 却不料骆无情竟让男人假扮成她的男提神 入宫当天就要她去宠幸后宫妃子 原来就在刚刚 苏长生为救家族伪装成宫女前入皇宫 却误打误撞地来到了女生御室 还把一丝不挂的骆无情给看了个遍 在感受到男人那赤裸裸的目光后 骆无情冷哼一声 紧接着便给了她一记玉卒暴击 再看姑就挖了你的眼睛 闻听此言的苏长生终于确定 眼前这位就是大厦皇帝骆无情 难怪自从老皇帝驾崩之后 就没见过新皇帝出过几次宫 感情他是怕被人识破自己的女儿神了 骆无情十分疑惑 刚刚回他话的明明是个男人 可面前这人怎么看都是个女人了 不过这也无妨 一是便知真假 只见他将狱卒下移了十公分 直接一脚踩在了苏长生的两腿之间 要不是苏长生退得快 现在他都可以当场办理太监入职手续了 心有余计的他赶忙求饶 陛下我真的只是个小毛贼 明大人有大量就饶了小的吧 见对方这么怕死却还敢夜闯皇宫 骆无情瞬间就来了兴致 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用满是玩味的语气问道 那你猜猜 姑会这么轻易放过你吗 闻言的苏长生冷笑一声 既然陛下不肯放过小人的话 那小人就只能耍一些小手段了 说吧他用手在脸上轻轻一副 不仅他的容貌变得和骆无情一模一样 就连发出的声音也和他一样的清了 陛下若是现在我大喊一声有刺客的话 你猜禁君是相信你这个女人是皇帝 还是相信我这个男人是皇帝呢 所以还请陛下放过小人 骆无情见状一愣 他没想到这个小贼不仅能易容 就连改变男女体型这种事都能做到 见苏长生的小嘴一直巴拉巴拉地威胁着他 骆无情的脸上露出了一母坏笑 既然你想知道禁君是相信你还是相信姑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不等苏长生反应过来 骆无情就扯着嗓子大喊了一句 有刺客快来护驾 室外的禁君们听到动静就朝浴室方向冲去 此时屋内的苏长生吓得魂都快没了 拔腿就朝屋外跑去 直呼你个疯婆娘 为了搞我居然不惜暴露自己的女儿身 然而他刚一开门就遇到前来护卫的禁君 发现陛下 快护驾 就这样苏长生被一群人围在中间给抬出了房间 好在蓝发妹子及时亮出令台表示刺客已被他击退 并下令让众人追击正向西边逃窜的刺客 这才救下了惊魂未定的苏长生 这时洛无情穿着一袭长裙慌忙的从屋内跑出 陛下您没事吧 见此情景的苏长生小脸一红 这疯女人又想干什么 居然敢光明正大的穿着女装跑出来 还没等他想明白 洛无情已经一把扑进了他的怀里 哭唧唧地说到刚刚真是吓死臣妾了屋 想必陛下您也受惊了吧 赶快随臣妾回寝宫休息 于是就这样 苏长生被他强行带回了寝宫 此时的他别体有多崩溃了 他实在搞不懂这个疯女人到底想干什么 直接放他走 你好我好大家好不行吗 就在这时 他抬头看见了放在桌案上的卷种 这不正是自己心心念念的苏家的卷宗奏折吗 他不是应该在政府寺里吗 为什么会出现在皇帝的寝宫呢 随后他拿起卷宗开始查阅了起来 上面所记载的人证物证俱全 要不是他知道苏家肯定没做过这些 不然他都想引就自裁了 看着卷宗上没有被批阅的痕迹 苏长生庆幸还好没被那个疯女人看到 不然苏家恐怕就要被诛九族了 不过话说回来我现在不就是皇帝吗 倒不如 就在这时 门口突然响起了太监的喊叫声 白飞道 紧接着一阵相风袭来 一位容貌绝佳的白发少女从门外缓缓走入 臣妾奉命前来侍寝 听到侍寝二字的苏长生内心一阵激动 原来是侍寝的呀 可下一秒他却想到了什么事的当场崩溃 他一个女人怎么还会有妃子的呀 难不成是想害我犯错 最后再给我一个九族萧萧乐 可还没等苏长生开口拒绝 却见妹子已经泪眼婆娑的开始抽气了起来 狗皇帝你还是杀了我们啊 我是绝不会服侍你的 原来妹子名叫白灵 是北方一族献给大夏的公主 因为白族女人崇尚一夫一妻制 致死不渝 所以在白灵的眼中 现在的苏长生就是一个淫乱的狗皇帝 随即妹子还在地上打起了滚 就算你能得到我的人 你也得不到我的心 一晚上接连被两个女人欺负 苏长生也是怒了 被洛无情那个疯女人欺负也就算了 毕竟她是皇帝自己惹不起 但现在一个妃子都能欺负到她这个皇帝的头上 真是舒可忍省不可忍 想到这她便一把将妹子给丢到了床上 这突然的行为吓得妹子一哆嗦 你要做什么 妹子拼命挣扎 可苏长生却是邪魅一笑 你猜猜看我要做什么呀 眼看男人的脸越凑越近 妹子娇羞到不要过来 爱妃你怕什么 朕只要你的人 不要你的心 话音刚落 妹子的头顶便刷得冒出一股白烟 整个人也害羞的直接晕了过去 就在这时身旁想起了洛无情戏谑的笑声 皇上真是好雅兴 不过看白妃的样子貌似是伺候不了你了吗 需不需要换臣妾来啊 闻听此言的苏长生一脸的心虚 陛下您怎么会来这里 这件事我可以解释的 女人第一次进宫行窃 就意外撞破了皇帝的女儿身 还误入玉士把正在洗澡的女皇帝给看了个遍 本以为女皇帝会杀人灭口 怎料洛无情不但不生气 反而还让男人假扮成他的男提身 甚至给了他翻后宫妃子牌子的权利 可让苏长生没想到的是 他只是说了几句男人该说的话 白妃竟害羞的当场晕死了过去 而这一幕恰巧还被洛无情撞见 他一脸坏笑的说道皇上真是好雅兴 不过看白妃的样子恐怕是伺候不了您了呢 要不要换臣妾来啊 毕竟臣妾可是陛下您最宠爱的周贵妃呢 闻言苏长生的表情像见了鬼一样的难看 这封女人该不会以为我给他戴绿帽子了吧 想到这他一个华贵就来到了洛无情的面前 陛下请您听我狡辩 今晚我真的没有动白妃一根手指 不幸您可以派人检查一下 听到这话的洛无情嘲讽一笑 你这家伙是不是不行啊 面对白妃这种顶级美人你都没反应 这可不是一个正常男人该有的表现 看着对方那比又轻链的眼神 苏长生气得直吐血 他这辈子就没受过这种侮辱 不过他还是很快收拾好了心情陪笑道 陛下英明神武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的眼睛 既然如此能不能就此放小人离开啊 见苏长生一心想溜 洛无情掐着他的下巴冷冷到 你不仅发现了孤的女儿身 还偷看孤洗澡 你觉得会轻易放过你吗 而你现在之所以还能活着 是因为你的易容术 可以帮助孤更好的治理国家 但你要是真的想走也没人会拦着 只不过下场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苏长生自然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你小子要是敢逃走的话 绝对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就在这时洛无情突然发力 用手死死地捏住了苏长生的嘴巴 你冒险闯入皇宫 到底是为了什么 苏长生心里清楚 一旦说出此行的目的是让他放了苏家 那这样一来只会落下一个把柄在他手中 而且洛无情还没见过自己的真实面貌 是猜不到自己的身份的 据目前已知的消息来看 苏家这起冤案很不简单 其中牵扯到的势力太多太大 再说苏家这种商骨之家的卷宗 本不应惊动皇帝 可如今却出现在了洛无情的寝宫 这到底是试探还是其他原因吗 见苏长生一直沉默不语 洛无情知道在逼问下去 也得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 于是他便提出要和苏长生做一场交易 只要你用你的易容之术帮估三年 届时不管你想要什么估都给你 就算你要的是太后手里的那枚九转金单 三年之后你也可以带着他安然离去 话音刚落 在书下间突然就打开了一个暗宝 洛无情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 你有一个早朝的时间可以考虑 说完还把一本记录宫中密室的书籍丢给了苏长生 苏长生翻开书认真的阅读了起来 很快他就看到了白妃的简介 白灵白族之女 而有关他身材的描述 差点没让苏长生狂喷两斤半的鼻血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朝堂上 假扮成男人的洛无情正在听大臣们的汇报 陛下 属意一案已经查明 城北苏家就是罪魁祸首 文言的洛无情冷笑一声 又是苏家 最近他们家犯的事可真多呀 他冰冷的眼神打断了还想继续汇报的丞相 昨夜有奸贼行刺 一名女官在他的耳边窃窃私语 洛无情听后则是邪魅一笑 有点意思 孤着就回寝宫看看 而另一边的苏长生正在寝宫内认真研读书籍 门外却突然想起了太监尖锐的声音 香飞道 紧接着就看到一位满头红发 身穿一袭红裙的绝美少女推门而入 臣妾听闻陛下昨夜受了惊吓 这是臣妾特意为您亲手熬制的不愿安神中 您快趁热尝尝吧 看着眼前这个热情无比的妹子 苏长生不用想都知道 这一定又是洛无情那家伙搞的鬼 真羡慕这狗皇帝的生活 明明是个女人 后宫妃子却一个比一个漂亮 这时苏长生突然想起了书籍上 也有记录香飞的档案 于是他便迫不及待地查看了起来 只是在看到对方那短短四字的介绍时 整个人都弄在了原地 没想到这么好看的妹子竟然是个绿茶 真可惜啊 等再次抬头看向香飞时 香飞已经准备开始投喂苏长生了 那甜甜的声音再加上妩媚的动作 这简直就是绿茶中的plus 超级绿茶呀 苏长生赶紧别过头去不看她 生怕多看一眼自己就会忍不住去犯罪 怎料这一举动却让香飞误认为是陛下在嫌弃她 陛下您是不是讨厌怜儿了 以前您不是最爱喝我做的粥吗 说完还阴阴阴地哭了起来 见状苏长生只能无奈地安抚她别哭了 这周待会儿她会全部喝完了 就在这时房门被突然打开 一位风华绝代的金发美女直接走了进来 而她正是拥有一色铜的南贵妃南娃 显然南贵妃与香飞极其的不对付 两人刚见面眼神便滋滋冒电 苏长生见状直呼BBQ了 自己这是要误入修罗场了呀 红被男人发现女儿身后 从此女皇帝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不仅每天会派各种妃子去折磨苏长生 甚至在看到苏长生被榨干后 还会化身并交美人要求她事情 这部苏长生此时就陷入在了两个女人的修罗场 看着两女滋滋冒电的眼神 苏长生的额头瞬间冷汗直流 内心直呼BBQ了 她俩一旦掐起来倒霉的必是自己 这时香飞率先发难 原来妹妹也为陛下准备了美食 可惜陛下刚吃完姐姐准备的真羞 现在恐怕吃不下妹妹你的东西了呢 文婷此言的南贵妃撅起小嘴 表情十分的不爽 她随手拿起盘中的一块桂花糕 不给苏长生说话的机会 小拳头那么大的糕点 就被她直接塞入苏长生的嘴里 见对方形势竟敢如此大胆 还有那极具标识性的一色童 苏长生瞬间就认出了她的身份 京城第一美人男婉儿 同时也是燕王最宠爱的外孙女 想当初她入宫的时候 不知让多少文人莫可心碎 可就是这样的犹物 洛无情给她的评价竟然是一个花皮 简直就是暴殿天物啊 一旁的香妃心中冷笑 大小姐果然就是大小姐 一点都不会服侍人 如此粗鲁必然会惹来陛下的烟雾 她很清楚自家陛下的脾气 为了避免待会发起火来迁怒到自己 她连忙行李告退 健壮男婉儿的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姿态 臭绿茶让你跟我争 也不看看这皇宫里我怕过谁 只是她还没得意几秒钟 门外就响起了一阵清客声 听到这个声音的两女吓得瑟瑟发抖 一头就扎进了苏长生的怀里 随后就看到一位身穿洁白素衣 脸上挂着淡淡笑容的黑发美女推门而入 而她就是洛无情的第四位宠妃淑妃周世雅 你们二人在陛下面前吵吵闹闹的成河梯统 在苏长生的目光触及到对方手中的试河后 她犹如晴天霹雳 不是吧还来 真吃不下了呀 见陛下一直盯着自己手中的试河 淑妃立刻就明白了她的小心思 于是她将试河藏到身后对两女笑道 两位妹妹陛下似乎还有事情要忙 不如我们找个地方聊聊天 培养一下感情如何 闻言的男婉儿犹如白天见到鬼一样 额头上的冷汗是止不住的流 那个我还有事 就先回宫了 说完便头也不回地朝门外跑去 湘妃此刻内心也是慌的一批 给姐姐请安了 妹妹一会儿还要去给太后请安 就没法陪姐姐聊天了呢 说完她也非快逃离了房间 看着如此善解人意又美丽动人的淑妃 苏长生只感觉有只小鹿在猛击她的小心脏 脸颊上也不自觉地染上一抹红韵 第一天就有三个妹子主动倒贴 这狗皇帝吃得也太香了吧 一想到淑妃那张迷人的小脸蛋 苏长生就忍不住地幻想和对方在一起的画面 得此家人死而无憾了 她寻思着骆无情一个女人要她也没用 自己要不要在三年之后将书妃给带走 可下一秒她就否决了这一想法 因为骆无情在书中给她的评价是附黑女 不仅心思缜密城府即身 面对她时还极易暴露内心想法 是一个绝对不可亲近之人 很快时间来到傍晚 美梦破碎的苏长生躺在床上一脸的生无可恋 这一幕被刚进门的骆无情瞧见 她打句道陛下这是怎么了呀 才半天不见就这么思念臣妾了吗 苏长生被吓了一跳 连忙起身说道陛下您来了呀 若无情脸色一黑问道你叫我什么 无奈苏长生只能连忙改口叫了一声爱妃 随后若无情询问她考虑的如何 是选择当她的男替身还是选择去死 这还有的选吗 苏长生只能答应当她三年的男替身 而且还剩两天苏家就要被九族削削乐 她刚好还能借此机会帮苏家洗脱罪名 见对方答应 若无情满意地坐在椅子上拨弄着耳边的秀法 你叫什么名字 草名叫长生 长生的长 长生的声 若无情连忙打断她的话 行了行了 你现在给姑展示一下你的易容术吧 就变成姑现在的样子 随后在若无情好奇的目光下 苏长生用无相神功直接变成了她的模样 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只是你的头发不对 很容易被人认出来 说着若无情便用梳子为苏长生整理起了头发 这还是姑第一次为他人梳头呢 由于靠得太近 苏长生嗅到了对方身上独有的香味 她的小脸也刷得一下红了起来 此刻她根本不敢说话 只能任凭若无情摆弄她的头发 好了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多谢爱妃 可这句爱妃又让若无情不满意了 她脱下长裙表示现在自己才是皇帝 苏长生顿时就猛圈了 你是皇帝那我是谁呢 看到对方还在不停地脱衣服 苏长生赶忙别过头去不去看她 而若无情在换好龙袍后邪魅一笑 你当然是姑的爱妃周景月了 还有一件事提前通知你 今晚轮到你事情了 此话一出苏长生整个人都傻了 她万万没想到自己堂堂七尺男儿 有朝一日会以女人的身份失去清白 因为为了能满足女皇帝的小爱好 居然利用无相神功将自己变成一个女人 本以为洛无情只是想看一下男人变身后的效果 怎料她却直接强迫起了苏长生事情 但听到如此炸裂的要求后 苏长生整个人都傻了 她万万没想到自己堂堂七尺男儿 有朝一日会以女人的身份失去清白 然而在她好不容易做好心理铺垫 正打算接受这一切时 迎接她的却是一落笔山还高的作者 苏长生瞬间破防 说好的事情呢 怎么突然又变成批阅奏者了 文言的洛无情呵呵一笑 你想得倒挺美 还真以为姑看上你了吗 再说批阅奏者怎么就不能算事情呢 现在皇宫里的人都知道今晚是你周飞事情 还有作为皇帝 你也必须要熟悉批阅奏者等事物才行 今晚姑就辛苦点 手把手教你吧 苏长生知道今晚的奏者他是批定了 于是恳求洛无情让他变回男儿身 他可不想顶着这样的身体辛苦一整晚 说完苏长生还动手扯乱了刚整理好的头发 这让洛无情的心情瞬间变得不美丽 心中暗骂苏长生是个大笨蛋 这可是他第一次替人整理头发 一点都不知道珍惜 而对于洛无情态度的突然转变 苏长生完全没意识到这是他造成的 只以为对方是一个阴晴不定的坏女人 不过生气归生气 洛无情还是耐心指导起了苏长生该如何批阅奏者 他告诉苏长生大下王朝周府县阵无数 因此每天上交的奏章多不胜数 可其中大多都是一些溜须拍马无关紧要的事 对于这些奏章无需浪费时间 只要批复以约二字即可 说完洛无情便开始提笔书写 见状苏长生也赶紧提笔跟上他的节奏 不一会儿的功课 两份字迹一模一样的奏折便出现在书案上 没想到你这家伙不仅一容数完的溜 就连模仿他人的字迹也能如此神思 还真是个当皇帝的料子 说话间他还调皮地朝苏长生眨了眨大眼睛 而这大逆不到的话吓得后者眼角一抽一抽的 连忙表示不敢 一切还是爱妃交得好 等洛无情回到隔壁的卧房后 苏长生才悄咪咪地从书架上取出有关苏家的卷宗 他假装不懂得向洛无情问起这份卷宗 爱妃 我这里有三份奏折不会批复 需要您的帮助吗 他们分别是江南巡抚 政府司警一卫以及城北苏家的奏章 很快隔壁卧房就响起了洛无情略带疲倦的声音 江南巡抚的奏折你转交军机处就行 明日估自会找他们商谈 政府司警一卫那份留在原处别动即可 至于苏家 他们是又犯了什么事吗 见机会到来 苏长生连忙暗示苏家一案似有隐情 小的之前在民间就听闻苏家好像被人陷害卷入了一场冤案 不知陛下您准备如何批复 洛无情冷冷地回应 给盛行司下旨吧 让他们暂停苏家的九族萧萧乐 这几日重新彻查一遍 还有你应该叫我爱妃才对 好地爱妃 正已明了 此刻的苏长生别提多开心了 因为保住苏家就是保住了他的这条小命 有必要这么高兴吗 就算灭了苏家满门姑也不会杀了你 洛无情的嘴角露出一丝无奈的笑容 就在这时 苏长生却忽然听到了窗外响起沙沙的动静声 爱妃大事不好啊 门外似乎有刺客 我们该怎么办 洛无情把玩着耳边的秀发淡然开口 陛下不用为臣妾担心 外面那人是臣妾的好姐妹 因为害怕臣妾会遭到您的毒手 所以他今晚是专门来刺杀皇帝的 闻年的苏长生满头问号 你说这话良心真的不会痛吗 他一个闪身来到洛无情的身边 爱妃这玩笑可不心开 容易闹出人命的 快让你那位好姐妹离开寝宫吧 已经来不及了 洛无情笑着指向窗外 而苏长生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却惊讶地发现来人竟是白妃 混蛋这就是你的好姐妹吗 这明明就是你的妃子好吧 此时的苏长生慌得一批 他可没有那个胆子对白灵出手 爱妃您别闹了 震的脑子笨 处理不了您那些复杂的感情线 快把人给我弄走吧 怎料洛无情根本不按常理出牌 只见他一屁股跌坐在床上 开始假装哭泣 嘴中还不停叫喊着 陛下你不要过来 活脱脱一副被人欺负的模样 好好好 你喜欢这么玩是吧 苏长生趁洛无情一个不注意 直接一个公主抱就将他拥入怀中 爱妃莫要调皮了 如此良辰没紧 震若是不为人类繁衍而奋斗 岂不可惜 此话一出洛无情便挣扎着起身 他是真怕这家伙受性大发 可苏长生哪肯放过这种 能拿捏洛无情的机会 爱妃不是喜欢演戏吗 要知道假戏真做 才是演员的最高境界 今晚朕就陪你疯狂一次 洛无情气得咬牙切齿 内心暗骂你小子 还真会得寸进尺 可爱于白玲还在窗外 他只能用充满威胁的语气说道 还请陛下待会能温柔点对待奴家 听着屋内逐渐响起一些怪异的声音 白玲再也忍不住了 在一脚踹烂窗户的同时 还顺手抽出了手中的利剪 狗皇帝你快放开周姐姐 我要杀了你 见对方是动真格的 苏长生连忙表示自己只会轻功 你要不让护卫出来救驾的话 那我只能死给你看了 洛无情却是一脸看热闹的表情 刚刚不是挺嚣张的吗 怎么不接着嚣张了呢 说完还不嫌失大的 直接扑进苏长生的怀里 陛下臣妾好害怕呀 这令本就尴尬的场面变得更加尴尬 见此情景的白玲眼神变得更加冰冷 狗皇帝当着我的面 还敢欺负周姐姐 我杀了你 眼看洛无情没有任何出手的打算 苏长生只能尝试自救了 大胆白飞 你居然敢向阵亮出武器 想必你已经做好绝物了吧 文言的白玲一连忙 你这是什么意思 见对方没有停下的打算 苏长生一个腾挪就躲到了洛无情的身后 并且还用右手掐住他的脖子 总之你再过来的话 我就掐死他 这操作直接给白玲整不会了 他万万没想到狗皇帝居然会这么的不要脸 竟然拿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女孩子威胁自己 皇帝为救后宫妃子 竟当场给男踢身下跪 这一举动着实吓坏了苏长生 他一个九五至尊居然说跪就跪 现在的苏长生严重怀疑自己 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 就在刚刚 白飞在知道今晚是周姐姐负责侍侵狗皇帝后 便联想到了对方欺辱他好姐姐的画面 这他哪能忍得了 于是提剑就要去杀了狗皇帝 好在苏长生反应够快 反手就掐住洛无情的脖子将他荡成人质 白飞你要是再不把剑放下 我可不敢保证你周姐姐的安全 见苏长生居然敢拿周姐姐威胁自己 白灵顿时大怒 卑鄙无耻的狗皇帝 今天就让你知道是我的剑快 还是你杀我周姐姐快 说把他立刻做好了攻击的准备 见对方是真的起了杀心 苏长生瞬间冷汗直流 陛下真的要顶不住了 你快让你的护卫出来救驾 我只会一点轻功 文言洛无情淡淡开口 别急嘛 等下你配合我 不等苏长生反应过来 洛无情忽然就挣脱了他的怀抱 随后还顺势握住了白灵手中的武器 我的好妹妹 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傻事呢 在感受到周姐姐柔软的肌肤后 白灵的小脸刷得一下就红了起来 同时还娇羞地喊了一声警戒 还不快祈求陛下的原谅 洛无情俯身在他的耳边轻轻说道 可白灵非但没有放下手中的武器 反而还恶狠狠地瞪了苏长生一眼 狗皇帝要我的身子也就罢了 但他怎么敢玷污你的 说到这白灵小声地唾气了起来 姐姐你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今后绝不会再让 可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洛无情一把拥入怀中 就算你真的刺杀成功带我逃了出去 但你觉得我真的会高兴吗 因为皇帝一达天下必然大乱 届时不仅大下会死很多人 就连你们白族也会死很多人 难道你希望姐姐以后一直都活在愧疚之中吗 说完还宠溺地捏了捏白灵的下巴 只听哐当一声 白灵手中的长剑瞬间掉落在地 随后洛无情也不管白灵同不同意 就强行拉着他一起跪下 陛下白灵妹妹只是一事糊涂 还请陛下看在奴家的面子上留他一命 苏长生此时十分无语 他堂堂九五至尊为了演戏居然说跪就跪 这要是不给他扳个奥斯卡小金人 都对不起他的眼睛了 眼看真皇帝都下跪帮忙求情了 说明他是想原谅白灵的 既然都这样了苏长生自然不敢再说什么 但就在他开口准备说出原谅二字时 却见一旁的洛无情投来了和善的眼神 这一眼当场就将苏长生给看猛了 这家伙到底啥意思 难不成他有受虐倾向吗 一边下跪向自己求情 一边却又不希望自己原谅 不过谁让人家才是真皇帝呢 苏长生只能无奈地训斥到 周飞你放肆 白飞犯下这般滔天大罪 你竟还敢给他求情 当真以为正不舍得杀你们吗 文言落无情瞬间细经附体 磕头磕的那叫一个海 陛下息怒 此时因奴家而起 奴家今后愿做牛做马服侍陛下 只求陛下开恩放妹妹一马 而这浮夸的演技 也令白灵呆愣在原地 此刻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如果不是自己这么冲动 周姐姐又何须这般 第三下司地去求狗皇帝呢 看到这一幕的苏长生 心中直呼妈卖皮 你这家伙演戏也上瘾了是吧 杀又不让杀 放又不让放 你到底想要我咋样了 随后苏长生猛地一拳砸向桌子 既然你不肯说解决方法 那接下来就要轮到 他苏长生开始表演了 只见他冷冷地对白灵说道 放了你太便宜 不杀又难解朕的心头恨 既然你那么喜欢你的周姐姐 那正今晚就让你亲眼目睹 正是如何欺负你周姐姐的 此话一出白灵瞬间就被吓哭了 因为他一想到狗皇帝邪恶的嘴脸 以及周姐姐被欺负时的画面 他只感觉天窦塌了 呜呜 你别只欺负周姐姐 我也愿意和周姐姐一起服侍陛下 白灵知道狗皇帝缠周姐姐很久了 肯定是不会放过他的 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牺牲自己 帮周姐姐分担一点痛苦 苏长生没料到白灵竟会提出这种要求 姐妹盖范想想就刺激 不过最后他还是白手拒绝了 你觉得朕会让一个刚刺杀阵失败的人服侍吗 趁朕还没改变主意前快点离开 虽然很可惜 不过他很清楚一旦自己同意的话 骆无情这家伙分分钟就会弄死他 白灵还想说点什么 却见骆无情转头安慰道 我没事的妹妹 你快回去吧 等到白灵离去后 苏长生连忙向骆无情请罪 陛下小明刚刚拿你当人质纯属无奈 就刚刚那种情况 我要是不拿你当挡箭牌的话 恐怕早就被白灵砍成拔花了 骆无情的脸上没有丝毫波动 那姑抱起来的感觉如何 苏长生下意识地说道 自然是很柔 不对 方才我受到惊吓根本无心体会什么感觉 还请陛下谅解 骆无情一脸的不高兴 以后若是没有特殊情况不要随便碰不 否则我砍了你的闲珠手 苏长生连忙硬下 可下一秒他就意识到了不对 他说没有特殊情况不能碰他 也就是说有特殊情况的话 就能随便碰了 骆无情一眼就看破了他的小心思 随即指着书案上的奏折 就让苏长生快点批阅 今晚干不完不准睡觉 苏长生听后像是吞了一坨奥利给 刚刚才九死一生地帮你挡下白费刺杀 现在又让我给你当牛做马 黑心程度堪比当代资本家呀 隔天早晨 骆无情看着批阅完的奏折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陛下真是努力 一晚上就搞定了臣妾一周的量 不过也要好好保重龙体 不可过度劳累啊 可恶的坏女人 居然让我为你一周的懒惰买单 这些话苏长生只敢在内心吐槽几句 明面上还是要说感谢爱妃关心之类的话 随后骆无情示意她可以互换身份了 变成女人后的苏长生刚打算眯眼休息一会时 就听到骆无情主妇宫女 姑乏了 今日的早朝取消 待会儿你就去通告掌印太监医生 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 苏长生瞬间破防 明明熬夜批奏折的是我 你有什么脸好意思说自己罚了 你这个黑心肠的坏女人 就在这时 门口突然探出一个小脑袋 紧接着就看到白领一脸担忧地走了进来 周姐姐我来了 苏长生瞬间傻眼 坏了 她这是把我误认成怒无情了呀 这下可要遭老罪了 从答应女皇帝当她的男提神 苏长生就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 不仅要时刻替怒无情处理 她和后宫妃子间的感情问题 还要每天通宵达旦的批奏折 这不刚熬夜完的苏长生 换上女装正准备小睡一会儿时 昨夜刺杀她的白妃就一脸担忧地走了进来 不出所料这傻丫头又又又认错人了 都怪我 都怪我没能刺杀那个狗皇帝 害得周姐姐又被欺负了 说完便音音音地哭了起来 听着她句句不理狗皇帝 苏长生十分无奈 内心直呼这白妃可真是一个傻白甜 你的周姐姐此刻正在龙椅上接受万人膜拜呢 而白妃接下来的话更是雷缘 她居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自己怀孕了 而且还害姐姐你也有了小宝宝 苏长生听后当场就傻眼了 不是吧姐妹 脑子有病就去治 别搁这瞎造我的谣啊 怎料白妃越说越激动 周姐姐你就放心吧 事到如今我一定会帮你照顾好我们的孩子的 眼看她越说越离谱 苏长生赶忙让她住嘴 同时认真地回忆起了那碗白妃事情时的画面 她确定自己没碰过白妃 所以她为什么要凭空无人清白呢 结果不问不知道 原来是他们白族的姥姥曾告诉过她 男女手拉手睡觉就会有小宝宝 这把苏长生给整不会了 严重怀疑你这个手拉手正不正经 见苏长生一直在震惊 白妃误以为是周姐姐被吓到 联邦安慰姐姐别担心 我一定会帮你顺利生下小宝宝的 苏长生现在很确定 这家伙绝对是九年之义务教育下的漏网之鱼 不然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再说自己用这无相神功变得再怎么像落无情 也没法让一个男人去生孩子好吧 我的好妹妹你听我说 其实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男女之间手拉手是不会有宝宝的 文言的白玲顿势羞红了脸 姐姐真的是这样吗 看着她这副傻白甜的模样 苏长生很难想象她和昨晚刺杀的白妃会是同一人 本以为这家伙是个笨蛋 现在看来她就是一个心智不成熟的小女生啊 可从昨天的情况来看 苏无情对白妃会来行刺的事情显然是早已知晓 而且这俩人的性格天差地别 一个傻白甜 一个腹黑女 怎么看都不像是合得来的样子 所以苏无情扮演的周飞为什么会和白妃是好姐妹 这一点让苏长生感到十分疑惑 要不干脆直接问白玲吧 可下一秒她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鬼知道苏无情那个家伙在寝宫安插了多少眼线 要是一旦露线自己肯定没好骨子吃 不过那家伙把一小姑娘骗得晕头转向到底安得什么心 正想着啊 白玲却突然开口问道 周姐姐你还没告诉我怎样才会有宝宝呢 这话经得苏长生把早上喝的水都泡了出来 她不知道该怎么跟白玲解释 毕竟有些话只有尊贵的VIP用户才能听的呢 可看着对方那满怀期待的小眼神 苏长生知道自己是逃避不了这个问题了 算了还是让屏幕前的各位义父们告诉她吧 与此同时在皇帝寝宫中 细经附体的洛无情又开始飙演技了 她先是找来提前安排好的薛太医 说道姑今天身体有些不舒服 帮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文言太医连忙上前把脉 在把完脉后她跪地表示陛下脉象无碍 但手脚乏力 精神为敏 此乃男女之欢过度的表现 一旁的女官不可置信地张大了嘴巴 大胆 陛下英明神无岂会英女色误身 薛太医您怕不是误诊了吧 薛太医是有苦说不出啊 他也知道这是大不尽的话 可谁让这些都是陛下要求他这么说的 现在他只求陛下别给他一个九族 萧萧乐就好 看二人争执得越来越激烈 若无情玩弄着耳边的秀发邪媚一笑 你们吵得越大声越好 尽快让这个消息传遍整个皇宫吧 这样就不会再有人怀疑他是女儿生了 只是要苦了那个男扮女装的家伙 这边的苏长生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是谁在背后想念我吗 片刻后苏长生裹上浴巾正打算沐浴 可不知为何他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他一转头就看到白玲一脸娇羞地走进浴室 西西好久都没和周姐姐一起洗澡了 闻听此言的苏长生神色一正 他这是想考验干部吗 哪个干部经得起这种考验 可无论苏长生怎么说 白玲就是铁了心的要和他一起 姐姐我们身上都沾上了狗皇帝肮脏的气息 正好一起洗干净嘛 好家伙一边骂我一边想和我一起洗香香 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话很有奇异啊 苏长生别过头去根本不敢去看白玲 生怕一不小心就会出大事 而且绝对不能让白玲发现他恨不得杀掉的狗皇帝 此刻正用他最喜爱的姐姐的模样和他在一个水盆里 想想那结果苏长生就感觉到不含而立 不用怀疑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弄死我 虽然苏长生一直在努力和白玲保持距离 可奈何对方实在太主动 搂着他的后背就开始各种夸奖 什么周姐姐你皮肤好光滑 身材好棒棒的 只要是他能想到的几乎都夸了一遍 可此时的苏长生却慌得一批 要是让苏无情的女人知道自己在和他的妃子洗澡 估计会被他当场拖走给埋了吧 可眼下他又摆脱不了白玲的纠缠 想到这 苏长生打算破罐子破摔 反正那家伙也不在这 走一步算一步吧 然而下一秒他却瞳孔地震 因为此时屋内还有第三人 而那人正是第一集吊打他的蓝发妹子 此时他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下方 两人的所有小动作都被他禁收眼底 苏长生崩溃大哭 任何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都显得苍白无力 你赶紧给我来一刀吧 让我死得痛快点 万女装的苏长生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在女皇帝的寝宫批了一夜的奏折 他就成了霍国殃民勾引皇帝的妖妃 甚至就连后宫的妃子也要强迫他喝下堕胎药 就在刚刚 苏长生和白妃一起沐浴的场景被洛无情的手下发现 本以为对方会上报洛无情将他处死 却不料蓝发妹子竟然示意他可以继续 陛下交代过你是一个不行的男人 所以不怕你乱来 苏长生现在很想乱接 什么叫他不行 他可太行了 他必须要做点什么来证明自己男人的尊严 然而他只是看了一眼身旁的白妃 瞬间就打消了那种念头 算了算了 这家伙明显就是一个百合 没必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就得罪两个女人 想到这苏长生便打算起身离开 姐姐洗好了 灵儿妹妹你慢慢洗吧 文言白费一脸的不舍 姐姐你就不能多陪灵儿一会儿吗 自从姐姐试请王狗皇帝以后 姐姐陪灵儿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嘛 苏长生听后神色一正 因为白妃的这番话让他想起了自家可爱的小妹 小时候他也是这样缠着自己的 说起来也许久没去天牢里看过爹娘和小妹了 待会寻个机会去一趟吧 见苏长生一直没说话 白妃便误以为周姐姐这是答应留下来陪她了 开心的一把将她搂住 我就知道姐姐不会这么狠心 爱真拿你没办法 无奈的苏长生只能当起了洗头工 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宫女的传唤声 周飞娘娘 我家湘飞娘娘特意准备了下午茶 请您去请宫小坐 苏长生一愣 因为他知道骆无情扮演的周飞和湘飞 好像并没有什么死角 所以他为什么会突然请周飞吃饭呢 一旁的白妃连忙提醒 姐姐你千万别去 湘飞素来只会在姐姐面前炫耀 这次一定又是来哲乳姐姐的 可苏长生却不这么想 她深知要想在皇宫混得好 那就得深入了解骆无情的每个妃子才行 之前她虽然以皇帝身份见识过湘飞 但却不了解这小绿茶私底下是什么模样 想到这她就更加好奇了 妹妹放心 姐姐可不是那种会吃亏的主 你就安心地等我的好消息吧 门外的宫女见苏长生一直不出来 便砰砰砰地用力敲打房门 还请周飞速速前往 娘娘在寝宫已经等候多时了 换上女装的苏长生面色一沉 冷冷地说道带路吧 画面来到湘飞的寝宫 此时的湘飞一袭红衣正在院子里翩翩起舞 看得苏长生固有嘖嘖称奇 这小绿茶果然有点东西 这身段和舞姿确实嘎嘎香 只可惜她这一招对皇帝没啥用 谁让人家也是女人呢 随后苏长生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开始欣赏了起来 好 跳得太好了 如果这要是望春楼的话 苏长生都忍不住要给她一把赏了 看着一旁高兴鼓掌的周飞 湘飞顿时就傻眼了 自己一直晾着她 可她非但不生气 反而还像那些花花公子一样不停地拍手叫好 这让她怎么受得了 妹妹才是好本事 不止让陛下无心上朝 还让陛下尽了所有欲望 你这是直接斩断了所有姐妹的路啊 文言的苏长生当场猛圈 若无情无心上朝她能理解 毕竟她那个人就是懒 可这禁止所有欲望又是个什么情况啊 见苏长生还在装傻 湘飞冷哼一声 妹妹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陛下今日身体不适 太医诊断的结果乃是男女之欢过度所导致的 至于陛下昨晚在谁那里过的夜 这后宫之中还有谁不知道吗 听到这话的苏长生瞬间明白 她这是被狗皇帝给坑了 为了防止她去祸害其他妃子 居然放出这种谣言 若无情这女人也太狠了点吧 苏长生还想开口解释点什么 湘飞却说现在后宫姐妹们都想干掉 但看在你我姐妹一场 姐姐就做个中间人 只要妹妹喝下这碗药 姐姐保证其他姐妹不会再找妹妹麻烦 她的话音刚落 一个小宫女就端来了一碗药 看着那碗黑的冒烟的药水 苏长生终于明白湘飞为何会找她过来了 这是怕周飞怀上龙四抢夺后卫 所以要逼她喝堕胎药 妹妹请吧 只要喝下这碗药 你我依旧还是好姐妹 苏长生伸手直接把碗打翻 现在的她别提多后悔了 本来想以周飞的身份来开点油 却没想到这小绿茶这么不讲武德 居然想给她灌堕药药 这要是传出去她一个大男人被迫喝了堕胎药 那她以后还要不要混了 湘飞见她这么的不实抬举 当即也是怒了 再拿一碗来 你们都去给我嫁住她 我亲自喂她 看着这些宫女的长相 苏长生崩溃了 你抓我至少也拍些好看点的宫女小姐姐 这些个歪瓜裂草是什么玩意 你这家伙是不是搞错重点的药位 而苏长生虽然武功不高 但对付这几人还是游刃有余的 挨你抓不着 挨挨你还是抓不着 戏耍完这几个宫女后 苏长生还对湘飞比了个心 姐姐你的舞跳得真不错 改天再来欣赏 见状的湘飞简直要气炸 你少在我面前嚣张 等我抓到你一定要你好看 逃脱后的苏长生 第一时间来到了锦衣卫的天老前 爹娘小妹你们再忍忍 长生很快就会救你们出去了 明明只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女皇帝 却能用女儿生毁了后宫妃子的清白 锦衣晚上就将白妃折磨的战斗站不稳 而听到这个消息的苏长生当场就懵了 他一个女人是怎么做到玷污另一个女人的 虽然苏长生很好奇 但现在他还有更重要的是要办 因为他的家人即将就要被九族萧萧乐 原来就在此前不久 苏长生伪装成锦衣卫前去天牢探视自家父母 却发现他们的精神状态极差 一群人挤在破烂的草席上瑟瑟发抖 脸上还充斥着深深的绝望 苏长生本想用一些美食来安抚他们 可丰盛的饭菜却让众人更显绝望 纷纷认为这是断头饭 要提前送他们上路 无奈的苏长生只能恢复真面目 小声地说到爹娘你们别害怕 我是长生啊 听到这声音的苏母连忙起身 虽然看到儿子很开心 但还是训斥他为什么要擅闯天牢 接着催促他赶紧逃 逃到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隐心埋名地活下去 文言的姑母顿时就急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现在就长生一人没有被抓 如果他逃走了我们岂不是死定了 眼看父母和姑母即将吵起来 苏长生连忙说他已经说服皇帝复查苏家的案件 用不了多久就能还苏家清白 可苏父听后非但没有高兴 还罕见地朝他发怒 臭小子你在胡言乱语什么 圣上怎么可能会管我们这些小民的死祸 你还不赶快给我逃命去 苏长生其实很想告诉老爹他和女皇帝的关系 毕竟那晚该摸的不该摸的他全都摸了 就差进行最后一步的生仔仔运动 不过这些话他也只敢想想 并不敢真的说出口 这是一直沉默不语的表哥开口 他与苏父苏母的想法一致 希望苏长生能赶快逃命去 因为在他眼中表弟的形象就是一个没远卖 没本事的废物富家少年 与其指望他翻案 还不如给苏家留个后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表哥还是希望苏长生能将小妹带走 因为苏敬尧年纪小且容貌绝佳 所以他的下场注定是被送进教方司 他不想小妹从此以后沦为王公贵族的玩具 但苏敬尧却对苏长生十分信赖 他坚信长生哥哥一定会就大家出去的 对了你们知不知道是谁在陷害我们苏家 虽然苏长生知道骆无情一时半会不会杀苏家人 可要是洗脱不了这件冤案 苏家的结局依然是逃不过九族潇潇乐 表哥神色黯淡地叹了口气 这件事应该和陈家有关 因为他在入狱前听一位朋友提过 好像是有位大人物想通过陈家搞垮苏家 文言的苏长生也谋意了 没想到居然会是陈家 他们家之前不是一直与我们家交好了吗 看来确实要好好探查一番了呢 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了开门声 有人来了我先回避一下 你们放心好了 最近一段时间很安全没人会动你们的 说完便离开了天牢 而苏长生前脚刚走 后脚就来了一名锦衣卫 健壮的姑妈冷笑一声 说什么暂时很安全 一见锦衣卫前来就自己逃命去了 他应该就是来送我们上路的吧 而就在众人绝望地等待审判时 不曾想那名锦衣卫近开口说道 陛下特意下旨要复查苏家的案件 所以在结果出来前你们暂时不用死了 苏家众人皆是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苏靖遥更是眼泪巴搭巴搭地掉个不停 我就知道长生哥哥不会骗我们的 他真的有办法能救我们出去 片刻后在天牢外 伪装成锦衣卫的苏长生 向刚刚那位锦衣卫打探起了情报 大哥小弟听说苏家的案子出了些变化 你说有没有存在犯案的可能 男人听后立马投来了关爱智障的眼神 你小子是走什么关系近的锦衣卫 连犯案这种话都说得出来 他告诉苏长生 苏家一案乃是白胡使大人亲自破火 证据确凿绝无犯案的可能 回到皇宫的苏长生头疼不已 他原以为这只是一件普通的冤假错案 只要苏无情开口复查那苏家就有救 怎料这件事还牵扯到了四大特使中的白胡 要知道他们四人代表着整个皇室的幸运 并不只听命于皇帝 现在想救苏家也只能寄托于苏无情了 怎料他刚回寝宫就看到白灵一脸委屈地朝他跑来 周姐姐你终于回来了呜呜 随后他一把扑进苏长生的怀里 就开始哭诉起了狗皇帝 通过他的话 苏长生才知道原来他不在的这段时间 苏无情竟然直接玷污了他 此刻的苏长生瞪大了双眼 脑子也在这一刻彻底荡击 苏无情居然把他玷污了 可他一个女人凭什么能玷污另一个女人呢 虽然苏长生不愿相信 可看着白灵哆哆嗦嗦连站都站不稳的样子后 他便气地捏紧了自己的小圈圈 苏无情你这女人真不是一般的坏 这种好事情怎么不带我一个 深夜 女扮男装的苏无情正悠闲地靠在椅子上看书 结果一抬头就看到了一脸心虚的苏长生站在门口 爱妃怎么不在自己的寝宫待着 苏长生口头上说着思念陛下夜不能寐 但内心却在吐槽你害周飞成为后宫妃子们的眼中兵 结果连个护卫也不给他 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随后苏无情伸手一把将苏长生拽到跟前 原来爱妃这般思念孤啊 而这突如其来的拉拽吓坏了苏长生 脸上也不自觉地浮现出一片红韵 见状苏无情温柔地说道 爱妃可真美啊 说完她还伸手准备捏苏长生的下巴 苏长生顿时就傻眼了 这家伙不会真想和我生仔仔吧 苏长生怎么也没想到女皇帝竟会如此计渴 明明早上才玷污了白妃 晚上就迫不及待地要对她出手 此刻看着眼神都快拉丝的苏无情 苏长生非常的纠结 她这是在诱惑我吗 我要不要配合一下她 不行不行 要是真亲上去的话 这坏女人绝对会把自己拉出去砍头的 想到这她伸手就抵住了苏无情的嘴唇 一脸娇羞地表示时辰已晚 陛下还是早点歇息吧 而被推开的苏无情一脸不悦 她生气地捏了捏苏长生的脸蛋 爱妃你好大的胆子 谁允许你转头了 姑还没看够呢 紧接着苏无情将嘴唇贴了过来 口中还诉说着一些令人想如飞飞的虎狼之词 见状的苏长生咬咬牙 她一个女人都已经这么主动了 这要是在拒绝的话 那我还算是个男人吗 然而就在她嘟起小嘴准备吻上去试 苏无情却突然与她拉开距离 并打趣道 爱妃你这表情 不会真的以为姑会亲你吧 被戏耍的苏长生现在很生气 你这女人是有什么大病吧 我裤子都脱了 结果你就跟我说着 不过她也只敢在心里骂骂 表面上还是装得极为恭敬 陛下今天早上你也是这么玷污白妃的吗 苏无情发出一声嗤笑 她又不是爱妃 姑对她可没有兴趣 只是让她裹着几块碎步在那跳舞吧 一想到那画面 苏长生被惊呆了 这是什么渣男语录啊 此时若无情已经退去了身上的龙袍 同时还不忘吐槽道 爱妃你是不知道白妃跳得有多烂 姑闭着眼睛都能跳得比她好 闻言的苏长生一脸激动 连忙询问臣妾可有机会一睹陛下的五字吗 若无情瞥了她一眼淡淡的 爱妃若是真的想看 那就先把桌案上的奏折给劈完吧 听到这话的苏长生像是打了鲲鞋一样 拿起奏折就开始一顿猛踢 毕笑我这个人其实没那么肤浅的 跳不跳得不重要 主要是我爱工作 次日清晨 苏长生顶着两个熊猫眼 终于批改完了所有奏折 虽然很累但很满足 因为她将会是第一个欣赏女皇帝舞姿的男人 随后苏长生来到床边 伸手就想掀开被窝赶紧睡上一觉 她今天还得出宫去救天牢里的父母 然而刚掀开被子就看到睡得正香的洛无情 该说不说这女人长得是真好看 要是不那么腹黑就好了 随后苏长生小心地为她盖好被子 生怕吵醒这位女皇帝 而她也只能睡在地上将就一下了 两个半小时后 看着桌案上整整齐齐的奏折 换上男装的洛无情颇为满意 姑昨夜还真是努力啊 一夜就劈完了这么多的奏折 闻言的苏长生满头问号 还有爱妃什么时候跳舞给姑看的 这下苏长生彻底绷不住了 这些不是她的台词吗 这个坏女人不知抢她的功劳 甚至还想抢走她所有的福利 看着小嘴被气得鼓鼓的苏长生 洛无情笑着安慰道好了 会跳给你看的 不过容顾先练练 说罢便离开寝宫上早朝去了 之后苏长生也离开皇宫来到了苏家客栈 因为这里的锦衣卫正在公开复查苏家案件 而负责此次复查的正是四大特使中的白虎使 苏家以刑善为名作假账 还恪扣睡婴是不是确有其事 跪在底下的两名苏家员工连忙承认 随后白虎又立声质问道 苏家以鼠带阳导致鼠疫爆发 是不是也确有其事 二人连连点头表示确有其事 而他们的每一句话都让周围群众更加气愤 纷纷请愿锦衣卫能够彻查案件 将苏家打倒还百姓一个公道 看着一份填膺的人群 苏长生意识到这场公开审理就是演给百姓看的 这么看来他们不只是为了结案 还想在舆论上彻底杀死苏家 我们苏家到底是被什么人给盯上了 眼看白虎时准备就此结案 苏长生连忙逃离了现场 现在他必须要想办法阻止对方结案 一旦苏家有罪的卷宗再次被递交上去 他们苏家估计真的要喜提九族潇潇乐 就在他思考用什么方法 才能让苏家洗脱罪名时 他就看到了一旁的说书先生 一个想法瞬间出现在他的脑中 他先是把一杯放了两斤斑泄药的茶水 递给说书先生 随后又趁对方出宫的时候 他用无相神功将自己伪装成说书先生的模样 开始散播起了苏家遭奸人诬陷 潜逃在外的苏家少爷握有苏家无罪证据的言论 眼看群众的好奇心已经被调动起来 苏长生便赶紧逃离了此地 毕竟他已经达到了散播舆论的目的 而只要舆论一起来 苏家的案件就会变得扑朔迷离 自然那位锦衣卫也不敢轻易截案 另一边的白虎看着手中的复查卷宗 不由满意的点点头 苏家罪行累累铁证如山 再加上百姓无不唾弃 现在可以交给皇上过目了 然而就在这时 一名锦衣卫匆匆来报 大人不好吗 外面都在传苏家是被奸人诬陷 而在逃的苏家少爷手里 有着能为苏家洗脱罪名的重要证据 气得白虎啪的一声将卷宗拍在桌上 先暂停结案 我倒要看看是谁活得不耐烦了 竟敢在我面前造谣 很快说书先生就被拖去衣物给绑到了白虎的面前 说书先生哪见过这场面 当场就被吓哭了 大人小明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刚进茅房就被人打晕了 醒过来后又被直接压到这里 文言的白虎眉头一皱 难道刚当那个造谣的叔叔先生 是潜逃的苏长生假扮的 随即他对着所有锦衣卫下令 就算决第三次 也要把苏长生找出来